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托帕和霍霍 第三位和第四位 可以选择艾斯达 和婷筠以及软梅 不需要再补生存 为了一个霍霍够用 七位插件 第一个选择只字箱 托帕的伤害 都是追加伤害 可以提高托帕的伤害 第二个 我建议大家选择葱花位 因为队伍里 其实不缺充能 但是怕可可丽娅 把托帕控制住 所以选葱花位 能够确保托帕 不会被控制影响输出 可可丽娅有三管血 每一个阶段 都会召唤出冰枪 被冰枪标记的角色 会再受到可可丽娅 额外的攻击 二阶段会召唤一只杰帕德 杰帕德会给敌方 全体提供护盾 击破护盾后 杰帕德会进入 弱点击破状态 打掉可可丽娅 前两管血后 可可丽娅已有的 增益状态 还有召唤物 包括杰帕德 都会清除 然后进入第三阶段 变成虚妄之母 虚妄之母有冰属性 和虚数属性两种模式 只有在虚数属性 能够放天洞万象 模式下 变性条才能被碎解 以下是我们操作时 需要注意的细节 一 进入挑战后 要先注意一下 托帕的战绩标记 是不是在可可丽娅的头上 这个看一下 每个敌方目标状态栏里 有没有小猪的标志即可 如果可可丽娅头上 没有那么 在托帕行动之前 我们需要给她留一个战绩点 以便她可以调整标记目标 二 情贼心情王 不管可可丽娅召唤出什么东西 我们的目标 只有一个那就是可可丽娅 所有的攻击技能 全都往可可丽娅身上放 至于二阶段 杰帕德的盾不用管 伤害全打到可可丽娅身上盾 自然会破 第三阶段 一开始没办法削减任性条 也没关系 不妨碍我们对她造成大量伤害 下面就是操作啦 一开始没办法削减任性条 一开始没办法削减任性条 纠结的月光 在与你对望 你不敢落脱疯狂 我都给你奢望 就让热月光 把你的灰尘都照亮 更有太阔的光 与你挂一架 你不敢落脱疯狂 纠结的月光 在与你灰尘都照亮 无可落疯狂 我都给你奢望 就让热月光 跨你的灰尘都照亮 你不敢落脱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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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纠结的月光 在与你灰尘都照亮 无可落脱疯狂 我都会让你奢望 就让热月光 你华底的灰尘都照亮 好了以上就是虚惊慰叹活动 第五篇的内容了 快来分享你们的看法 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大家收看 别忘了点赞 评论和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 ni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